好那么19号起全国的各级学校 以及公司立幼儿园是停止到校上课 准三级的防疫花莲县也早早盘点 并且是演练远距教学 达到停班不停学 那么不过部落的学生家长是忧心反应了 部分学校的学生是没有电脑也没有网路 偏乡部落的宽屏不足问题十分焦虑 那么期盼相关单位能够正式 远距教学让学生停班不停学的防疫措施 令部落学生家长很焦虑 因为部落多数单亲或隔代教养 学生没有电脑设备不说 偏向部落频宽不足讯号差 上网卡卡 家长十分担心孩子的就学权 要担忧的是说 第一个除了宽屏是待解决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像单亲的家庭 或者是父母不在身边的 那小孩子一个人在家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部分 那上下课要怎么去进行 全国疫情指挥中心与教育部今天正式宣布 为了避免疫情扩散 19号起 全国各级学校公司立幼儿园停止到校上课 学生居家远端学习不到校 这让偏乡社区部落学童的教育碰上了大难题 建议员赖国祥高度关注 虽然议会定期大会期间配合防疫改以书面咨询 不过也赶紧透过电话向教育处沟通协调 校长台东县政府呢 他有提供电脑和平板哦 他们现在已经超前部署 对我现在就是要跟来一件讲 若是家里没有电脑没有什么 学校就会提供平板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因为我们天乡天乡 他的网路并不是那么好 那是不是可以请那个中华电信协助一下 我觉得很多人是得向去 看他转 网路的状况怎么办 因为我们现在一定要超前部署 万一 我们预防万一 对对对 对好 你了解 那 jo fountain 还有一件事情 最后一件事情 现在呢 我们偏乡有多少小孩子 是没有这样的东西 我们是不是需要学校来 趕快先去盘点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的话 马上就提供出去 这样好不好 对 我昨天已经跟我们 现管类似的家们全面盘点 应该今天可以整个都盘点出来 现教育处也请各校调查盘点 也发现偏乡社区部落所面临的难题 现议员赖国祥指出 远端学习有城乡差距的困境要突破 在偏乡社区部落学校班级人数少的情况下 也建议现教育处停班不停学 远端学习也能应地质疑 沿拟相关的配套措施来应应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